孩子啊 出啥大事呢 妈 你也行啊 我问你个事啊 艾米丽今天是不是晾衣服了 哎呀 她怀孕了 你不知道啊 你怎么能让她晾衣服呢 哎呀 有一个孕妇就是因为晾衣服 一抬胳膊 哗 孩子掉了 哎呀 孙芳啊 我不是让她晾衣服 我洗了一盆衣服 突然间想让照上那锅没添水 我就跑过去添水 回头她就把衣服晾上去了 妈 咱俩不都商量好了吗 现在艾米丽是关键时刻 保胎啊 最终不能让她干一点活 你怎么就是盯不住呢 我错了 我错了 孩子 我错了啊 没事 没事 妈 顺芳 顺芳 你别这么神经兴的 二迷有什么反应吗 她现在干啥呢 睡觉呢 那不就完了吗 睡觉能有啥事啊 没事啊 顺芳 行不 咱不嘀咕了 行不 撂衣服没事吗 没事 现在回去睡吧 这一晚上你都让她闹了七八回了 你回去睡吧 睡觉吧 睡觉吧 快快走走走 睡觉 我跟你说啊 这可不行啊 你看这顺芳都成神经了 明天必须要跟她谈一谈 哎呀 咋谈呢 你说顺芳啊 自打二米粒回孕 那脑袋那根弦崩的登登的 她就怕二米粒肚里那孩子有啥闪失 你说我这当妈的不得理解吗 妈 必须得跟她谈 你看顺芳 眼圈也黑了 嗓子也哑了 精神状态也崩溃了 再这么下去 孩子没事 她完蛋了 哎呀 张老子 有啥事明天再说 我眼睛睁不开了 好好好 那回去睡吧 你睡觉了啊 好好好 赶快回去睡吧 抓紧时间 这天快亮了 哎呀 睡死我了 谁一睡啊 就没睡 哎呀 这是个动静 歇着吧啊 哎呀 好好好 大姐 大姐夫 你们睡觉了吗 你说呢 哎呀 没睡你们出来 我有个问题要问问你们 又怎么了 大姐夫 啊 今天做饭的时候 是不是做菠菜了 对呀 我做了个鸡蛋汤 里边放点菠菜啊 你怎么能让二米粒吃菠菜呢 孕妇不能吃菠菜啊 哎呀 大姐夫 让你看点甄嬛传 让你看点甄嬛传 你怎么就是不看呢 孩子 看甄嬛传干啥呀 妈 甄嬛传这个电视剧 可好了 告诉孕妇能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甄嬛传对孕妇是极好的 是啊 我真不知道 孕妇 你过来你过来 哎 我听了 春花传我看了呀 那些对孕妇不好的 什么葬红花什么 咱们家没有这材料啊 是 我跟你说孕妇啊 自打你媳妇怀孕以后 她每天吃什么 我都先尝一口 背这个我都背了一根银针 我再这么发展下去 我就是温太医了 再说了那温太医也没说 不让吃菠菜啊 没说吗 孕妇怎么就不能吃菠菜啊 是啊 是啊 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 检查什么 这不是没事吗 你竟瞎折腾 对呀 孙芬啊 那啥 阿尔米利现在有反应吗 有反应啊 什么反应啊 打呼噜呢 这不没事啊 打呼噜呢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没事啊 没事啊 我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大夫吧 哎呀 他的主治医师张医生 喂 哎张医生啊 我是钱顺峰啊 你睡了吗 哦 你早就睡了 哦 好 张医生啊 我问你个问题 今天我媳妇啊 她她晾衣服了 她倒是没有什么反应 哦 没事啊 对她今天还吃菠菜了 哦 孕妇可以多吃一点菠菜啊 好好好 张医生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这么晚不睡的话 对肝不好 好好好 怎么样 没事吧 不行 我还得问一个 哎 喂 是赛华陀赛神医吗 哦 我是钱顺峰 钱总啊 你睡了吗 睡了你起来 我问你个事 我媳妇啊 今天晾衣服了 还吃菠菜了 没事吧 哦 钱顺峰 你过来 你刚才说那个 赛什么医生是谁啊 赛华陀赛神医啊 就咱们门口卖药那人啊 哎呀 哎呀我的妈呀 那是个卖膏药的 那是个江湖郎中 她的话你怎么能信呢 怎么了 她电话你留在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顺峰啊 哎 我跟你说 那人不能听啊 你知道吧 没事就跑小区来 私下来卖她那膏药 得谁就说 有病没病 贴一条 有病没病 贴一条 大姐夫啊 你学这个小子 怎么学得这么像呢 他跑他们小区来 卖那膏药来 让我抓了好几回了 我跟你说啊 他那膏药 你可不能给二米贴啊 贴完脑保 孩子真完了 我跟你说 你最近精神状态不正常 闹不好 你就贴这膏要贴的 行了没事了 赶快睡觉吧 好不好 没事啊 没事了 没事 哎 妈 大姐 这么晚了 你们两个怎么不睡觉呢 你说呢 哦 那对不起 睡觉 睡吧 好不好 快睡吧 行了行了 睡觉吧 还有一个问题 哎呀 不是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想坐着说我有点累了 行行行你坐着说 来来来 大姐 啊 大姐来来来 来我问你个问题 干啥呀 你怀妞妞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最大的反应就是吃啥吐啥 吐 妈 哎 你怀我大姐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跟她一样吐得一塌糊涂 你看 人家孕妇都是吐 而没人家不吐 这怎么了 她越吃越多 现在吃的我都吐了 她都没吐 那不是好吗 这营养都吸收了不是吗 这怎么回事 这不一样啊 跟其他孕妇啊 这人和人就是不一样 你看我怀二米粒时候是吧 哎 最爱闻着人家放鞭炮那个味儿 你看看这就对上了 你看 二米粒现在这个脾气 跟个暴涨似的 五点就着 对不对 哎呀 哎对了吗 你怀我大姐的时候 什么反应 我爱吃包着 太准了 什么玩太准了 包子 包子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玩啊 我跟你说啊 你说孩子说孩子 你别急着你大姐啊 我说的就是孩子呀 现在二米粒 突然爱吃那个驴肉火烧 怎么了 我就害怕二驴子将来生个小驴子 不可能 这孩子 没事啊 顺风 真的没事 不行 我还是打个电话 问问大夫吧 喂 张医生吗 还是我 前顺风 你睡了吧 刚睡下 对不起啊 张医生 我想问问你 我媳妇跟其他的孕妇 为什么不一样 她为什么不吐呢 不吐也是正常反应 好好好 你赶紧睡吧 怎么这么晚不睡啊 对肾也不好 哎呀 顺风啊 差不多 行了吧 行了 别着急 还有一个电话呢 赛花佗赛神医吗 我还是陈顺风 喂 喂 他挂我电话 大姐说你说的不错 就是个江湖郎众 一点一德都没有 这都几点了 人家能不挂你电话吗 顺风啊 没事啊 这样 妈 大明 来来来 赶紧 回去睡觉去 我先看护着他 好不好 你抓紧直接睡一会儿 我盯不住了 你们来接班 行 好吧 那您俩争取早点睡啊 行行 快回去 快回去 走了 别走啊 我还有好多事呢 行了 就是可着我一个人问吧 来那你坐着 有什么事你说吧 我问你管用吗 我问的都是生孩子的事 你生过孩子吗 顺风啊 那当年你大姐怀孕的时候 不是都是我一手操办 我在那刺好吗 什么事我都知道 你说吧 什么事 对对对 忘了 顺风啊 姐夫得说你两句 你现在精神不是很正常 你这嘰嘰咕咕咕的 这哪行行啊 我跟你说 顺风我不瞒你啊 就你都影响我了 我现在都看什么都怀疑 不是 大姐夫 我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前两天 我不是带着我媳妇去医院 做运检吗 排队啊 前面有一对小夫妻 也是做运检的 人家先进去的 她媳妇出来的时候 大夫说她媳妇没有胎心 她老公一听 坐地下就哭了 我跟着也哭了 我害怕 顺风啊 你别怕 你看 二米都检查过了 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对对对 你得相信科学啊 对不对 对对对 你不能那么嘀咕 你看前两天 二米打了个喷嚏 好家伙你就急了 你说 这孩子要流产 我是怕打喷嚏 真的能流产的 二米不是没事吗 他很健康 他怎么会流产呢 还有 前两天 你买个听诊器 我说你买听诊器干啥呀 你说你要听听孩子的胎心 对呀对呀 结果听了半天 你急眼了 你说孩子没有胎心 然后就打120 医生来了说啥呀 真是没有胎心啊 两个月才怀孕 你能听到胎心吗 人家医生说啥 说孩子的心脏很正常 说你不太正常 没事啊顺缝 总得有点理由不是吗 对不对 大夫还让我长点心呢 不对不对 我媳妇跟其他孕妇 还是不一样 你就拿吃饭来说吧 前两天啊 她说她爱吃酸的 你说奇怪不奇怪 她爱吃酸的 爱吃酸的不是很正常吗 酸儿辣女 没准你怀的是个儿子 可没过多长时间 她说她又吃辣的了 你说那也很正常吗 她有的时候就这么颠倒 辣的这就是女儿呗 对吧 女儿多好啊 爸爸的贴琴小棉袄 不是那今天早上 她哭着喊着 让我给她买酸辣粉 酸辣粉怎么了 万一生个不男不女的玩意儿 我可怎么整 哎呀 顺风你气死我了你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那万一 那二米要是怀着个龙凤胎呢 哎 对不对 有可能是龙凤胎啊 对呀 哎呦大姐夫 那我可就完美了 行了 哎呦 顺风啊 别这么嘀嘀咕咕咕了 好不好 好 谢谢你大姐夫啊 哎呀 一家人你客气啥呀 我心里就舒服了 行了 那行了 那耽误你睡觉了 哎呀 没事没事 别再嘀咕 弄得我都嘀咕了 好的好的 睡觉 睡吧睡吧 笑了 我别回屋睡了 我一回去 再把二米粒折腾醒了 我就在这儿睡吧 不是 你这儿哪儿行啊 你这 我跟你这样 我把行星床给你扛出来 哎呀我的妈 睡得还挺快 行了 我都已经四十多岁了 这孩子你可一定得给我保住 这孩子要是掉了 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哎呀 也难怪他 街坊邻居 一直想要孩子 好不容易有了 他紧张啊 是不是 哎呀 没事 孩子一定会好的 放心吧 哎呦我的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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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听到二米粒 打了个喷嚏吧 哎呦我的妈呀 不会有事吧 哎呦妈最近我也有点嘀咕了 是吗 是吗 打个电话吧 你说这只是医生 你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你这么晚人家能不关机吗 没事没事问题不大 喂 喂 是赛华陀赛神医吗 不是 我不是钱顺峰 我是物业照缸子 你别哭 我不是抓你呢 我问你个事 钱顺峰啊 他爱人刚才打了个喷嚏 孩子不会有问题吧 没事 贴一贴膏药就好了 打一个喷嚏贴一厅 打两个呢 贴两个厅 那要打仨呢 你还送一厅 这边差点 贴一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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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配想谁就还配 大一遍 二遍 二遍 小一遍 小一遍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